各位早上好 现在位于这个泰国的曼谷 我也等一下讲课做这个准备 那趁着还有一些时间 所有的贵宾老板都还没在现场的时候 先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说声早安 那今天这个早上 用这个短短的时间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其实有很多时候 人我们都会发现有个很大的问题 这个问题就是说 有很多事情我们觉得 不想去做 找了人生太多的借口了 所以借口越多 人生的缺口就会越多 所以我们可以发现到说 那些成功者 往往都是不找借口 而去找方法的 所以今天在看这个早上视频的朋友 可能说今天我们人生里面 也会常常去找一些人生的借口 借口是很好用的 为什么呢 比如说在马来西亚 经常我们都会给自己一个很好的借口 就是一旦迟到了 我们就告诉自己说 堵车 堵车就会迟到了 但是 关键是 如果今天 我们每一次都给借口的话 别人就会觉得 你这个人就是叫做迟到大王 这个人就是 我们觉得 经常会给借口的 所以我们就给了别人贴上一个负面的 就是给自己贴上一个负面的标签了 所以我不晓得在你人生里面 有没有经常给自己一个借口 三天的假期 有很多人告诉自己说 我要趁假期出国旅行 但是我们可以发现到这么多次的假期 你从来都没有出国旅行 原因何在呢 因为你给自己一个借口 第一说没钱 第二没时间 第三就会开始说 你可能遇到一些可能说 突然间有事情做 其实人生必须要懂得为自己计划 你计划好的事情 哪怕今天遇到一些障碍 遇到一些阻碍 其实我们都可以让自己本身 尽可能的 就是随着你定下来的目标 而去付出一些行动的 而这个行动是来自于 你今天愿不愿意去做 人不愿意去做 只是因为太多太多的借口了 借口越多的时刻 你就会让自己本身 一直会掉入一个很大的陷阱里面 这个陷阱就是 你还是不想去做 不想去执行 就好像常常很多时刻 人家在问说 最近这个脸书 视频直播都好像蛮流行的 每个人都好像最近不写文字了 都在做事情直播 是不是说整个趋势开始在改变呢 有可能 每一个人觉得 看视频 总方便过去阅读文字 我觉得两方面 基本上来讲说 都需要同时去进行的 但是视频直播 有很多人 他们始终想做 但是不去做 原因 是什么原因呢 其实就是找不到方向 也开始给自己很多借口 觉得要做视频直播不容易 而且也不懂要讲什么内容 那其实内容呢 你只要能够看着 这个 我们叫做直播的过程里面 你的点子就会追出来了 可能我们在开始的时候 你必须要有一个想法 我想大概今天要谈些什么主题 但是在谈主题的时候呢 毕竟在看视频直播的朋友 他们可能会跟你进行一些互动 给你一些点子 那从点子里面 你就可以跟大家来做这个进行聊天了 我们今天跟朋友一起吹水啊 在外面聊天啊 很多时候 你难道真的是编排了 要跟朋友聊什么 你都把那个课题全部写下来吗 不可能的 所以我们今天在跟朋友聊天的过程 可能做下来 朋友跟你聊过去 谈现在 谈未来 所以在整个过程里面呢 大家都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互动的过程 你就能够明白说 其实真正聊天是不需要做特别的准备的 而是谈天沟通 基本上是来自这个双向的一个互动 所以 这个我们叫做脸书直播呢 其实也是一种双向的沟通的 可能在早上 一般上如果有看视频直播的朋友 其实都欢迎你说 跟我来聊聊天啊 早上是怎么样啊 我们看到一些朋友有进来了 看看是谁了 我们看到便宜干进来了 有几位朋友都在看这个直播了 这个是手机做直播 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就是那个字有的时候太小了 老人家 就是要往前看看一下 到底是谁进来了这个情况 所以 常常我们所说的 人 真的不要给自己任何太多的借口 有人曾经问过我的 他说 为什么今天你想做的东西 你都会想办法把它做好呢 其实很简单一个道理的 对我而言 我觉得 今天既然要做 既然想把它做好的话呢 我们就没有任何的借口 也没有任何的理由 说我们不做 我做培训 当初我也跟我太太分享过 如果当时不是因为一股冲动 因为我想做去成立公司 我不可能 我不可能拥有今天 如果现在 换成现在这个时刻 你叫我来成立公司 去做一个 讲师 做一个 成立公司的话呢 也许我没有这样的勇气 原因何在呢 因为第一 有了家庭 有了家庭 有了很多很多的 我们讲的commitment 我更加不敢踏出那第一步 但是人 如果你不敢踏出那第一步 你不敢去做的话呢 你更加没有这个机会 你更加不能够做到任何的东西 有很多人他们其实缺乏的是一股什么样呢 那股动机 你为什么要去做 你没有那股动力 你就很难把它做好了 我们的henry进来了 早安 所以有很多时刻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有很多人 其实你问我说 他们是不是在他们的事业之中做得非常好呢 我不能够说他们一开始就做得非常好 但是始终人要踏出那勇敢的第一步 如果连第一步都不踏出去的话呢 一定不会看到任何的成果的 对我而言 我觉得人生与其要找借口 不如你花那个时间去找方法 所以我在课堂里面呢 经常有人分享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这个概念是怎么样呢 我们讲 失败者找借口 成功者找方法 而且成功者必须要拥有成功者的思维 那成功者的思维呢 我们可以把思维分为三个不同的阶段 我分别叫做低端的思维 中端的思维 还有一个高端的思维 那么低端的思维 经常一遇到问题 遇到难处的时候呢 就会问一个很好的一个问题了 就叫做 Why 为什么 为什么那个问题是发生 当我们发生一个问题 我们去问为什么 为什么这件事情发生 这件事情是解决不了的 反而我们一直会掉入这个问题 里面那个漩涡 一直在里面都 一直无法解决这个问题 问了为什么 更糟糕就是呢 还要去指责说 到底是谁 把这个问题给做出来的 所以如果我们掉入这个低端思维的话呢 我们肯定的就没有办法 让我们本身要解决那个问题呢 在最短的时间里面去解决掉 所以我鼓励有很多人 尤其在上我的课的学员 我就跟他说了 如果可以的话呢 我必须要拥有一个 至少叫做终端思维 什么叫终端思维呢 也就是说 至少在问题发生的过程里面呢 我们要给自己一个 很好很好的一个 我们讲的 解决问题的一个思维模式 也就是 一旦问题发生了 马上要跟自己说 我要如何去解决这个问题 在我要去解决如何解决问题之前 我一定要问问自己 问题到底在哪里 是人的问题 事的问题 还是物的问题 也就是离不开人事物嘛 所以如果我们知道 问题在哪里的时候呢 我们要去解决这个问题 就比较容易了 所以我经常跟他们 分享过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就是说 在一间工厂里头 这个机器坏了 坏了 技术人员去检查了 超过这一个 可能大半天的时间 都找不到问题何在 所以老板没有办法呢 就马上联系了外面的技术人员 过来检查了 这技术人员来到公司呢 检查不到5分钟 就出来拿了一支马克笔 在这个机器的一个地方 打了一个叉 跟老板说里面的零件换掉 就好了 就没事了 然后开了一张单给老板 这张单的价格是1万 所以老板一看了之后 当然很生气啊 你才来5分钟 你就看我1万 那1万怎么来的 你给我解释一下 这个技术人员就跟他说了 马克笔一支呢 一块钱 但是知道问题在哪里呢 它的价值是9999 所以意思说 知道问题在哪里 它其实 你能够协助到你更快的时间 去把这个问题给解决 人很多时刻 为什么解决不了问题呢 因为你根本不知道问题在哪里啊 所以有很多人 他们有一个误解 常常我们听人家说 你要解决一个问题呢 首先你需要做到的 到底是啊 早餐有一点流鼻水了 所以常常有很多这种问题出现的 就是人一旦发生问题 我们就说 你必须要知道 为什么那个问题发生 我们才能够解决 其实不是 不是问为什么的 为什么需要问吗 需要 当问题解决完了 我们再回来去探讨 这个问题为什么发生 谁导致到这个问题发生 日后我们就能够避免这个问题 再次的重新再出现 但是在问题发生的时候 我们要知道问题的 到底是发生什么问题 是人为的问题呢 还是事故本身的问题呢 还是这个问题本身就 可能本身就是有问题的 所以我们知道这个问题之后 你就能够跟着这个问题本身的根源 能够去处理它 所以我们要问 如何去解决这个问题 如果今天我们拥有一定的经验 拥有一定的技巧 其实我们要做的 并非只是说让我们本身处于如何去解决问题的当额 因为在如何解决问题的时候呢 人随着经验的提升 拥有一定的知识 我们就能够做到的就是 一种叫做高端思维 我们开始从脑里面出现几个不同的方案 而这种每一个不同的方案呢 它都会让我们本身知道说 其实我们要做些 要如何去解决这个问题 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 没有最好的方案 只有最适合的方案 什么叫做最适合的方案 就是在不同的时段 不同的情况 不同的人 发生同样的问题 你要用不同的方法去执行 而不是只有统一的一个方法 就像刚才我提那个方式 成功 其实并非我们所讲的只有一个方法 而是它必须要有很多种很多种不同的方法 而达至这个目的地 这个成功的 所以失败者往往都会想说 方法只有一个目标 可以千变万化 但是如果真正的成功者 他锁定了目标 我要完成这个目标 他就必须要用不同的方法 去达到他想要的这个成果 这个才是真正的成功者 所以在高端思维里头 我们需要达到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想法呢 也就是我们首先要知道 我们要采用哪一个方案 才是最适合的 能够当时把问题给解决的 而且在选择这个方案的时候 我们也要去了解的 这个方案的选择 它给我们的风险 到底是高还是低 我们在解决了 用了这个方法之后 它会不会导致到一些 可能后遗症的出现 或者会让这个方法做了之后 它可能那个成效没有想象中那么好 这些都是我们要去思考的 很重要的关键点来的 所以当我们今天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 我鼓励大家至少要拥有中端 或者是高端的思维 所以当我们拥有中端和高端思维的时候呢 它就能够协助我们本身 在人生遇到任何的问题 或者想要达到人生的成功的时候呢 永远不找借口 而且只找方法 所以对我来说 我喜欢我的团队 经常不找任何借口 你可以埋怨吗 我觉得可以的 因为埋怨是人的权益来的 但是当你拥有了这个埋怨的权利 我想问一下了 难道问题可以不用解决吗 你埋怨 你不喜欢这个 你不喜欢那一个 你讨厌这个人 这个人做事不对 那件事情做得不好 你可以不断地去埋怨 但是不断埋怨 它问题还是始终存在啊 你埋怨了之后 你有没有找到方法去解决呢 我们在公司里头 有很多的员工 尤其我在做内部培训的时候呢 有很多员工会跟我讲的 工资这个不行啦 那个不好啦 那个东西怎么样啦 资源不够啦 那我就问回他 是资源不够 公司不是最大的 公司也不是最好的 老板的决策 有些东西可能没有这么适应 那好了 现在你身为员工 你能够做什么 你有什么东西 你能够协助公司 能够帮助到公司 这个才是我们要去思考的 这个团队里面 我们都讲的 手指都有长短 不一样的长短里面呢 其实它有它的用途 每一位团队成员 也许没有你想象中那么厉害 也没有你想象中 就是那种做事效率 如你预期的 我们常常听说 有一些人在说 说什么样呢 他说啊 为什么你做不到那件事情 我能够做 为什么你不能呢 各位 你能够做不代表每一个人都能的 因为呢 每一个人的能力 每一个人的专长都不一样 对方能够做的 你也未必能够做 你能够做的 你不要要求 用你自己的指标 就要求别人跟我们做到一模一样 所以在团队里面的配合 基本上我们需要做到的就是呢 你要去接纳对方的不足 你要接受对方拥有的一些优点 所谓的取长补短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 在整个过程里面 整个团队的配合 我们不需要去指责对方 也不需要去找任何的借口 而是既然对方做不到 你就要想办法 怎样让对方做不到的事情 你看看你这一边是否能够帮助到他 这个才是重要 一家公司 一个团队 是属于大家的 如果今天我们发现到 公司或者是一个团队里面 某个人出现了问题之后呢 我们却往往以指责的方式 说哎呀你这个做到不好啦 那个不行啦 等等的东西 那导致到呢 这个问题一直会不断的再发生下去 永远都解决不了那个问题的 既然是如此 我们为什么不要给自己一个机会 什么机会呢 协助对方去解决这个问题 一家公司里面 假设 假设 今天我们发现到说 某一个你的同事 他无法完成一件事情 而今天 这件事情可能导致到公司 可能陷入一个 一个现况 这个现况可能是停止不前啊 是什么东西 假设你愿意 我们叫做伸出援收 愿意去解决这个问题的话呢 有可能这个举止 会让你的上司或者老板发现 搞不好 有一天 你可能拥有升职的机会 也说不定了 人 人往往就是太计较了 当你去计较的时候呢 又加上你喜欢埋怨的时候呢 别人肯定不会喜欢这样子的人的 如果我们身边有个朋友啊 经常一见面就跟你投诉这个 投诉那一个 complain这个 complain那一个 我相信听起来好像是想是非啊 人都喜欢听是非了 但是这种是非你听起来 会往往觉得不舒服的 为什么我们不要运用这段时间去思考 我们面对这个事情 我要如何去解决 我要如何去做呢 在我的团队里面 我非常信心的就是说 我发现到有很多人 他们在面对了一些状况的时候呢 他们首先会跟我报告 发生了这个情况 这个情况的发生 我们现在处于一些什么状况 我们开始担心了 但是在担心的过程来说呢 他们会开始去思考了 我现在有什么决策 我能够去把这个状况 尽可能把它去处理掉 这个才是我们讲的很重要的 我们如果拥有了一个团队 或者今天我们是经营一家公司 或者你是一家公司的上司 你是人家的主管 我们必须要培育出一班员工 这班员工他们本身是 愿意在问题发生的第一刻 先去思考我如何去解决问题 而不是一直在探索这个问题 为什么发生 这个问题到底谁的错 这个问题会导致到什么负面的影响 等等这些投诉 我们会很累 其实有很多的企业 他们为什么一直解决不了问题呢 其实不是解决不了问题 而是他们只是在一个问题里面 一直不断去旋转 一直在这个漩涡里面跳不出来 当我们跳不出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将会延伸到更多更多的问题出现 如果这个员工在问题一出现的时候 马上第一时刻先想象 问题在哪里如何解决 然后并且马上去解决它 用行动去化解这个问题的存在的话呢 接下来就没有多大的问题会出现了 所以今天在看这视频的朋友 再次跟你说声 早上好 所以今天这个早上 因为我们在等着贵宾进场 在贵宾室的这个情况里面呢 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做个简单的视频直播 那在接下来的时间 我可能也会定下一些时间 说什么时刻 我能够跟大家做一个视频直播 那么这样子的话呢 至少大家可以先把时间预留下来 那也欢迎你把这个简单的视频直播呢 分享在你们自己本身的页面 那等一下呢 我会把这个视频直播也会保留 在我自己本身的这个脸书账号里头 那你也可以在交后呢 进行这个我们叫做转发 那转发给更多人去看看 我刚才跟大家分享一些简单的内容 今天是没有特别的为你准备一些 我们讲的详细的一个分享 但是这些分享呢 是今天早上 等一下待会儿 我也会跟这个学员去分享的时候呢 可能会涉及的一些很重要的内容 今天早上呢 就率先在这个脸书直播里面呢 先跟大家分享这个观念 因为毕竟我们常常说的 人呢 真的不要去找更多的借口了 人要看到成绩 一定要付出行动 这个才是更加的重要 脸书直播是我接下来 会去做的一些很重要的一个步骤 那除了跟各位能够在这个 我们叫做近距离 零距离里面的一个交流之外呢 也欢迎大家在脸书直播里面呢 你可以稍微把你的问题啊 留言啊 把它写下来 那我也可以针对大家所提及的一些问题呢 能够在整个互动过程里面 让大家的彼此之间呢 能够真正去学习 所以 今天 我看也时间差不多了 所以 接下来的时间里面 在家跟大家再次的这个空中相会 好 谢谢大家 今天的收看 也欢迎你 也非常鼓励你 能够把这个贴纸呢 不断的去转发 分享给更多人去看 谢谢你 谢谢